漂亮的李慧珍41-42集预告及39-40集详细介绍 浩宇因为编辑部的事情心情郁闷 慧珍在身边很温柔的安慰她 说自己做的尽力就好了 正好一幕看到 一幕因为吃醋很伤心 一幕决定离开慧珍 他们一起去游乐场开心的游玩 他们度过了非常开心的一天 一幕带着慧珍给她买的项链很开心 最后一幕吻别了慧珍 对她说我永远都是你的出口 39-40集白浩宇告诉大家 今天是总公司的人来下最后通牒的 很多同事都担心他们今后的发展 他们都主动请求辞职 凌一幕找到白浩宇 她知道白浩宇舍不得大家走 可是白浩宇根本就没有挽留过大家 林一幕让白浩宇别一天愁眉苦脸 她将做好的纪录片交给白浩宇 或许这个能给编辑部带来一丝新的看点 正当大家都在忙的时候 快递公司送来的白浩宇的快递 珠英一不小心将快递打失了 珠英揣开文件想要重新装饰 竟然看见了白浩宇的快递里全都是大家的资料 原来白浩宇将大家的资料送到了人力资源做评估 珠英特别生气 直接拿着这些文件去找白浩宇 其实就是白浩宇不幸运大家 简而言之 白浩宇就是想看看所有的价值 看看谁能留下来 林浩听见珠英和白浩宇的争执后 也进去查看情况 珠英终于爆发了 他扔下了工作牌便离开了 林浩宇和韩雪 探见珠英辞职后 他便也放下工作牌离开了 林浩探见了人力资源评估后 他也离开了 无论李慧珍和林一幕 吉利挽救都没有任何作用 现在编辑部只剩下了三个人 白浩宇依旧什么都没有说准备去 去办公室 李慧珍想去劝劝白浩宇 林一幕拦下了他 现在这个时间应该让白浩宇冷静一下 夏乔一直在慧珍的家中 夏乔还告诉慧珍妈妈 自己伤害了慧珍 慧珍妈妈告诉夏乔 既然事情都过去了 就该忘记 夏乔现在还不想和妈妈一起生活 因为自己没有工作了 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现在办公室只剩下了三个人 李慧珍都提不起精神 林一幕还一直给李慧珍加油打气 现在办公室只剩下三个人 这几天下来慧珍都加班到很晚 可是白浩宇还没有走 李慧珍联盟上去安慰白浩宇 白浩宇告诉慧珍 其实调查这些事的是总公司的人 白浩宇之所以没有向所有人解释 他还是当心相让没有成为第一 最终员工人也会离开 白浩宇不想打架 承受这样的打击 林一幕在街上吃便等 夏乔看见吃饭的 林一幕便一同去吃 这时林一幕才知道夏乔事业的消息 夏乔觉得林一幕的身份一致都是一个谜题 一大早林一幕就接到了装访被退回的消息 知道现在都没有一个明星能接受采访 现在整个杂志都陷入了危机 微微安现在眼睁睁的看着白浩宇 将所有员工都气走了 微微安知道白浩宇这样做事为了他们好 若是白浩宇没有勇气澄清误会 微微安会帮他向大家澄清 白浩宇想起了大家离开时伤心的样子 心里若有所思 李慧珍一直等着白浩宇下班 李慧珍告诉白浩宇 她希望今后的事情都由他们两人一起去承担 正当一大早慧珍和林一幕去上班时 竟然看见所有人都来上班了 慧珍和林一幕特别惊讶 编辑部所有人终于聚齐在一起了 原来白浩宇都是亲自去请大家回来的 韩雪在得知了林护生的真实身份后就开始有意躲着护生 原本林护生想送韩雪回家 可是被韩雪拒绝了 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天几步 可浩宇自始至终都没有挽留 现在朱英都走了 林浩见了很心寒 他也将工作牌拿下来 既然浩宇如此不在乎 那他也不想再继续留下来了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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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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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